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猩猩的新作物 双鱼座作为黄道十二宫中的最后一个新作 以其温柔 敏感 浪漫和梦想家的特质而闻名 当涉及到婚姻和伴侣选择时 双鱼座往往会被那些能够理解他们的情感深度 创造力和理想主义的人所吸引 在新作配对中 有几个新作与双鱼座特别兼容 可以让他们在生活中各个方面都感觉更加顺利和幸福 一 巨蟹座 双鱼座与巨蟹座的结合通常被认为是相当和谐的 这两个水像新作之间有着天然的吸引力 因为他们都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并理解对方的情感 巨蟹座的稳定性和家庭观念 与双鱼座的梦想和浪漫相辅相成 共同构建了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庭环境 在这样的关系中 双方都会感到安全和支持 这将有助于他们在生活中取得更多的成功和满足感 二 天蝎座 双鱼座与天蝎座之间的关系常常是强烈且深刻的 这两个新作之间的化学反应通常很强大 因为他们在情感上都很投入 并且都有着深刻的感受力 天蝎座的决断力和控制 能够给双鱼座带来安全感 而双鱼座的同情心和牺牲精神也会让天蝎座感到被理解和尊重 这种组合可能会经历一些起伏 但只要他们能够找到合适的平衡点 他们的婚姻就会越来越顺 三 金牛座 虽然金牛座和双鱼座在性格上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但这正是他们相互吸引的原因之一 金牛座的稳定性 物质保障以及对美的追求 与双鱼座的理想主义和创造力相结合 可以形成一个稳固且充满爱的关系 金牛座能够给予双鱼座实际的支持和安全感 而双鱼座则能为金牛座带来浪漫和想象力 使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四 处女座 处女座和双鱼座在星座上是对立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拥有美好的婚姻 实际上 这两个星座之间的互补性很强 处女座的分析能力和实用性 对于双鱼座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因为双鱼座往往更关注宏观而非细节 同时 双鱼座的同情心和牺牲精神 也能满足处女座对于关怀和支持的需求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关系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坚固 因为双方都在不断地学习和发展 总之 双鱼座在寻找终身伴侣时 应该寻找那些能够理解他们的情感需求 支持他们的梦想 并且愿意与他们共同创造美好未来的伴侣 无论是与巨蝎座建立一个温馨的家庭 还是与天蝎座形成一种深刻的情感联系 或者与其他星座结合 重要的是要找到那个能够让双鱼座感到完整和幸福的人 最终 任何一段婚姻是否能够长久而美满 并不仅仅取决于星座的配对 而是取决于双方的努力 理解和相互成长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十二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